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呢 这边的一些企业就面临了破产 好了 好几天家里面又断了水果了 上次还是那个大摇的一个粉丝姐姐寄了一箱苹果过来 现在吃完了 家里面已经断了好几天了 因为老挝呢 现在在老挝其实买水果一直都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他们这边很多热带水果 比如说像芒果呀 还有这个菠萝 再就是老挝这边就这两个吧 这两个大街上是比较常见的 卖的比较多的 再一个就是香蕉 但是老挝人他们喜欢吃那个小的 就是那个他们应该叫芭蕉吧 他们很多人说那个香蕉更甜 但是我们一般的平时吃的可能就是和国内一样比较大一点的那个香蕉 所以其实在老挝这边买水果还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的 在一些超市价格也都是相当的贵 待会我们进去超市看一下 现在防疫每个人进来整一个手套 现在五点多超市价格不是太多 正好挺安全 看看这边都是蔬菜和水果区了 其实相比于国内来说 我觉得现在老挝的超市 像他们的水果和蔬菜区都是挺小的 蔬菜也都种类不是太多 这个是什么瓜呀 有机西瓜 黄芯的 2万老币一个 这个也是西瓜 2万5老币一个 看这个小橘子 5万1公斤 30块钱1公斤 15块钱1斤 这橘子有这么好吗 天呐 这个是橙子 4万24亿公斤 我看到这些我瞬间就 无比的怀念在抖音上 人家9块9 9斤6斤包油的 什么时候他们把业务也搞到老挝这边来就好了 梨子2万1公斤 那就是6块钱人民币1斤吧 但是这种梨子好像不是那种很脆的 水分倒挺多 但是不是很脆 这是橙子还是橘子呀 这应该是小橙子吧 买点小橙子吧 这个是什么梨子呀 这些 一个3万5一个3万1公斤呢 将近小20块钱1公斤10块钱1斤 这个是翠氏也是3万5的 独立包装呢 这个小苹果是3万5一公斤 也就是现代人民币就是20一公斤吧 10块钱1斤 好小啊这个 就这个品相说好一点的 就买这个吧 4万7老挝币 红苹果 现在他们已经是没有那个大的香蕉了 就只有这个老挝本地的 就这种大概比我手差不多大的小香蕉吧 这个在我们国内应该也是有的吧 老挝香蕉 这个一串是1万老挝币 买这么一小串吧 1万老挝币6块钱 贵算不算太贵吧 这个 看看马上要过年了 超市里面还有我们今年这个春节的展区 不过他们看上面放的是包子和这个南瓜馒头 小米 咱们的乌姜榨菜在老挝这里 上面既然摆了这个韩国的火鸡面 然后这个是火锅底料 这个是这个 买几个吧 深海小鱼 这个多少钱一包 2500老挝币一包 小多少钱 262 一块多钱 买几个吧 全都是水果 我今天还不知道钱带过了没有 看看这些水果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我刚才去买了五种水果吧 一起花了多少钱呢 老挝香蕉呢 1万老挝币 那个 苹果 红心苹果 47000老挝币 就小30块钱吧 是多少 这上面写的 也没写 具体多重啊 多重是没有写的 然后那个香蕉是35000公斤 也差不多是20块钱一公斤的样子 这都是我们中国的水果 除了这些呢 另外的那个西瓜呢 西瓜应该就是老挝这边的 老挝他们这边 比较多的水果呢 就是这个香蕉 然后再加上菠萝 还有芒果这些的 再就是这个西瓜 西瓜在这边种西瓜的也蛮多的 其他的水果 比如说像葡萄啊 梨子呀 不管你是香蕉还是普通的梨子 苹果 还有那个中国的水果叫啥 橙子呀橘子这些的 通通都是需要进口的 所以说这些水果到老挝这边来吧 你说这个价格呢 它有多贵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成本呢 是在这个物流的运输上面 但是现在呢 虽然啊虽然这个中老铁路 已经是开通了有一个多月了 因为12月2号开通了嘛 现在已经1月 今天是1月5号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不管是从老挝这边的物品 发到中国去 还是从中国那边的货 发到老挝这边来 目前来说 还是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吧 我认为 因为很多东西都还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那个新闻上 老挝这边也很多的这个货车 不管是我们从国内发到老挝这边的快递 还是从老挝这边出口到中国去的 全都堵在这个关口了 大家如果有经常看老挝这边的视频呢 应该也会看到这个老郎 郎总的这个视频啊 他就是在老挝这边种香蕉的 但是因为今年这个疫情呢 他们的香蕉呢 出到中国去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多的车子都是堵在关口了 所以这个车子一堵呢 你一辆车堵在那里 也堵个十天二十天 甚至一个两个月的 所以他这个运费呢 就会翻倍的上涨 之前从国内到老挝那边来 一条贵的价格可能最便宜的时候 就两万多三万人民币 现在呢可能要翻到五万六万七万甚至八万了 回国的也是一样的 之所以大家非常期待中老铁路开通呢 就是因为不管是中国到老挝这边呢 还是老挝这边到中国去的 都是希望这个运输的成本物流费用能够降下来 所以现在呢像老郎他们已经是 前几天我看到他发了一个视频呢 就是说现在整个老挝不光是种香蕉的啊 就是这个农产品这个行业的一些企业呢 都面临了这个出口困难的问题 很多的车子呢 货物堵在路上出不去了 还不如烂在地里面 所以现在呢 今年这个疫情嘛 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就像我们这个普通的 在老挝这边生活的一个小市民啊 想吃点水果吃点我们中国好吃的水果 也都是非常难的 至少是要花很多钱